黑子 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一点线索都没有 三婶和红霞他们的 跟你一样 那这么说 雅妹她 真的就无影无踪了 娘 饭好了没 我快饿死了 好了好了 我给你盛去 你打算 明天上哪儿找去 还找啊 我可没劲了 怎么能就不找呢 邻近的庄子找不到 就上县城 上温泉市去找 一定要把雅妹给找回来 我把雅妹给抢雅 你们客气 就来 都得抢雅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解药 同婶 可找着你了我 哎呀 凤真啊 干嘛 送喜糖来的吧 吃什么喜糖啊吃 找你还钱来了 还钱 还什么钱 我告诉你 那小哑巴昨天晚上就跑了 哎呀 我以为多大的事呢 吓了我一大跳 我就这个小哑巴跑了吗 真是 吓我一大跳 我说同婶啊 你是不着急啊 我们家把钱都给你了 可现在人跑了 我们金家是鸡飞蛋打呀 那可不是嘛 你听见没 退钱 你听见没 退钱呀你 凤真啊 我知道 我现在退钱给你 你也不会要的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那行 那现在赶紧把小哑巴给我找回来 去呀你 你快去吧 走 走啊 请我找去 走 好好好 我听说 我们这个街道的知青 要下碰到东部山区 我好担心啊 你担心什么 去山区 就要去那个 最艰苦的地方 这样子 才能得到锻炼 体现的人生价值 你们说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大伙说的对 我们都是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嘛 毛主席号召我们 接受贫下周农在教育 广阔天地需要我们 一颗红星献给党 扎根农村一辈子 我妈好帅心 我不会习义做饭呢 那就叫你妈 给你一块插嘴呗 你这样干嘛 小姑娘吃饭呢 男女 还通过一个厕所呢 不吃啊 走开走开走开 别耽误我做生意 在北方还通过一个炕呢 可不是去北方呀 你一家吃饭 走啊 快走快走 走走走走走 干嘛呀这是 你只要在农村表现得好 就有机会让你返城 当工人 还可能去参军 说不定还能上大学呢 来 姑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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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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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上大学 我看呐 推荐你上修理地球的大学 还差不多 姑娘 不要钱 吃吧 来 来 来 一起来 来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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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不谢 来 大卫 喝酒 来来 来 各位知情战友 你们害怕也罢 担心也罢 反正啊 我们就要各自走上广阔天地了 来 被扎根农村 干一杯 干干杯 哎 黑子哥 找到了吗 黑子哥 我看算了吧 雅妹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是哪去找啊 再找会儿吧 不然回去啊 交不了餐啊 什么交不了餐 这么小的年纪就逼着她嫁人 还嫁得也比自己大那么多 都能当自己爹的男人 这算什么嘛 本来就是不对 雅妹应该跑 哎 醒醒 天都亮了 大老的天怎么睡在这呢 哎 醒醒 说你呢 快走吧 你耽误我扫地了 啊 嗯 对 没错 哎 不是 真吗 你 你 我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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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边就倒了这边了 很多都住那边 你们就住这儿 你看 哎呦 摄影就来了 哎呦 老队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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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朋友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金柜 咱们金柳庄生产队的副队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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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柴 咱们队队财神爷 好 欢迎 欢迎 金柱 这片果园的管理员 他就住在你们旁边 以后啊 你们可就是邻居了 邻居了 哎 还我呢 哦 刘大狗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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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郭大伟吧 是 姓刘 刘大狗 哦 对了 在来的路上啊 我听这个满仓萝卜介绍过啊 说你是我们金柳庄的冥冥队长 那我以后我们俩啊就得听你指挥了 哎呦 听什么我的指挥啊 这都是老村长啊 疯的 就是随便啊 招呼招呼人干活 哎哎哎哎哎 还有我们呢 就是啊 哎呦 你看 就介绍了半天呢 我把咱金柳庄的半面天给忘了啊 水云 大狗的老婆 我老婆 鸿霞 精彩的宝贝女儿 他是咱们金柳庄啊 女子民兵牌的牌长 哦 初中生 老村长 哎呦 你看 你看 不好意思了啊 还不好意思了啊 好了好了 走走走 来来来来 不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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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说啊 咱们这个图儿啊不大啊 多少人啊 一共老弟小弟是九十六 加你们俩啊 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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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妹 雅妹 你醒醒 雅妹 醒醒 我终于找着你了 走 跟我回家去 跟我回家 咱们一家人都在找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让我放你走 你是我们金家花钱娶回来的女人 是我四叔的老婆 我怎么能放你走呢 我放你走了 我怎么跟我四叔交代 走 走 走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是我四叔放你走了 这是我照片啊 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我就相信你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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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叔 走 在这儿 咱们在这儿 哎呀 找你老半天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个老叔啊 几年都不挂果了 得把老只锯掉 哎 雅妹找到了 你说呢 你什么意思 好像雅妹是我放跑的啊 那不是啊 来 可不许瞎说啊 瞎说 不知道谁在瞎说 好吃的 雅妹到底找到了没有 哎呀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雅妹在哪 啊 在这儿 这哪来的 那要问你啊 哎呦 到底雅妹找到了没有 你先别问这个 四叔我问你 你为什么把雅妹放走啊 这 别这个那个了 哎 你就不怕 背上背叛家族的黑锅 做人要讲良心 哎呀 咱们四叔 可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啊 可是 这事要是张扬出去 你怎么和金家上下交代啊 我知道 我这样做 对不起你爹吧 更对不起金家上下 哎 哎 那你呢 我 我怎么了 你既然见到了雅妹 那你怎么不把她抓回来啊 哦 你倒倒打一耙啊 你既然都把人家给放走了 我怎么好再做恶人 把人家重新给抓回来 好好好 都是好人 都是好人 哎 好侄子 这雅妹 是不是还在温泉呢 是啊 哎呀 这雅妹也真是的啊 她老呆在温泉干嘛呢 那 哎 回来了 怎么了找到了没有啊 哎 这 妈 我这照片怎么跑四叔家去啦 谁给你的 我四叔给我的 你们该不会拿这照片去骗雅妹吧 哎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这事要传出去 咱家的脸还不丢尽了呀 呦 往后 二妹子回来了 二妹子 怎么样 找着没有啊 啊 哎 你找着没有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